怎么会这样 早上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没事啊 大夫都说了 我爸度过今晚就没事了 子洁 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没用 你带蓝衣先回去吧 哥 这玩意我来说吧 先回去 我在这儿手 明天早起来你过来替我 行吗 爸 咱们先回去吧 好 好 走 走 走 世军啊 如果有什么情况 你随时给家里打电话啊 放心吧 我爸以前受过比这更重的伤 他都挺过来 这次没问题 我不是得罪了谁啊 我这几天啊 新年老师七伤八下的 就知道要出什么事了 结果你离开你爸他 哎呀妈 刚带过我说了嘛 你爸也没什么带 担心吧 啊 可是你是我唯一的儿子 我以后还要靠你养老呢 现在 你爸又出了证事 公司里肯定是乱七八糟的 儿子啊 儿子呀 你可一定要好好表现表现 千万可别让那老大 沾了上风啊 我的老妈呀 这时候是说这事的时候吗 你看你这孩子 我这都不是为了你好吗 陈起泰他该死 李洋 注意你情绪 你先冷静冷静 我问你 你为什么说陈起泰该死啊 是他逼着我爸跳楼的 你爸跳楼的事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案发现场的许多群众证明 你爸是自己跳楼的 你为什么还要咬定陈起泰呢 我刚才都问你们说了 你们为什么不信 怎么样 我们爸也是要讲证据的 证据 我没证据 我没证据 但我知道 他陈起泰不是好人 你刚才这么说 你也不该救他 陈起泰是不是好人 你也不该吃刀伤人呢 即便陈起泰像你所说的那样 那也有法律制裁他呀 你这样做 不把自己一辈子毁了吗 我道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当年 我一时糊涂犯的大醋 现在火会以往 你要惩罚就惩罚我一个人吧 你要惩罚就惩罚我一个人吧 千万别迁路了我的自己 只要他好 我就心满意足了 求菩萨您保佑平安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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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干什么你 你要看起来人啊 来人哪 救命 丢波文 新闻 你到了 来 跟我来一下 张总监 这是你的释放证明 快三十年了 你总算熬出来 老张啊 在咱们私民一间 你的资格比我还老呢 想想 当初我实习那会儿 你已经是这儿的小组长了 哎 那是哪年来这儿 1985年 你记得比我还清楚呢 现在你这个岁数出去还不晚 出去以后啊 好好的适应一下外边的环境 好好的享受享受天真之乐 报告关家 我不想走 不 不想走 嘿 真心心的 我接受那么多人 还从来没看过不想离开这儿的人呢 不过关家 我进来都快三十年了 我从这个岁数的出去还能干什么呀 我还是留在这儿继续改造吧 老张啊 老张啊 你就不想出去看看自己家里人吗 管家 这么多年了 您见过有人来探过我的肩吗 别说亲人 我在外边 兴许连个手人都没有啊 不是给你开了封信吗 你出去以后啊 如果实在找不到地方 你就按信上的地址去找 人家会给你安排工作的 谁出去啊 都得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先踏实干两年 等生活稳定以后呢 找一老伴 找一个会过日子的 啊 那维俩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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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 笨啊你 你别膝盖了 你们这是要抓她到哪去啊 抱歉 走 你别干啥事了 我求求你们俩别把她抓走 抱歉 抱歉 你不怪我们俩了 抱歉 抱歉 老公 你别干啥事 你别干啥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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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不要抓她行吗 你们放了她行吗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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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说的情况就是这个 她已经在上面签字了 看看你还有什么意见 您能帮我跟兰芳带个画吗 跟兰芳说 不 张宝金欠在她 欠她一辈子 要是能有 对她好的 对孩子好的 就 就找一个吧 行 没问题 你告诉她 你告诉她 别跟兰芳带我 就是我死了 别跟兰芳带我 就是我死了 好 今天报告出来了 李洋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昨晚是完全具备 行为责任能力 说说你的看法 领导 李洪年跳楼的时候 我在现场 只是当时我不能暴露 从李洋的眼神里 可以看出来 这孩子没有说谎 至少 他能够觉察到陈启泰 对李洪年做了什么 才导致李洪年跳楼自杀的 我没证据 但我知道 他陈启泰不是好人 你刚才就不该救他 但是听他的一面之词 又证明不了什么 这里面有很多疑点 比如 李洪年身上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伤 手又是怎么弄的 种种迹象表明 李洪年跳楼的背后 一定隐藏着什么 是 李洋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不会痛人的 这出发点有了 不过李洋也没有掌握 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李洪年现在 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 只有从陈启泰身上 看能不能挖点东西 我们要不要查一查 盛太公司 是个机会 对了 陈启泰的大儿子陈士军 是你抓的吧 是 我担心 他们要拿这层关系说事 毕竟咱们什么政绩也没有 这个画板 要是落到陈家这几只狐狸手里 对我们取证相当不理 明白 我回避 这样好 你也可以到 事发地派出所聊一聊的情况 真是那个姓罗的救了咱爸 你跟那个警察以前有什么过节 对呀 进去三年 就是被他抓的呀 那你是想 本来我是想报仇来着 不过他救了咱爸 这事就得良心了 请进 市区行事来两个警察走私间 什么事 说一下了解李洪年的事 李洪年能有什么事 大哥 这事你不太清楚 我来处理 你们俩先出去吧 叫他们进来 好 解决不了事 两位警官 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我们来就是了解一下 李洪年在你们公司的情况 其实 他已经不算是我们公司员工了 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 他在出事以前 我们公司进行了一次很大的内部调查 发现他贪污了公司很多钱 在我们找到他之前 他已经尾随自杀了 你发现他贪污为什么不报警呢 我的父亲 是一位很注重人性化管理的企业家 我们盛态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企业 公司里面有几千名员工 就像是一个 大家庭一样 在查出李洪年贪污之后 我的父亲他不希望 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员工 接受法律的制裁 我劝过他 说法律是公正的 可以保护正义之事 也可以惩治不法之徒 这种事情不让警方借助 就是盲目地情大于法 纵重犯罪 可是我父亲他告诉我 在这个世界上面 有两样东西最重要 一样是亲情 一样就是友情 李洪年对盛态的发展 离过这么大的功 不管怎么样 都不能这么对他 我的父亲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念旧 不然也不可能到现在 还去为李洪年请一个堪苦 但是好人总是没有好望 我父亲这么对李洪年 李洪年的儿子居然还 好 当天我们接到群众的报警 说是有人跳楼 我们马上就过去了 结果到现场什么都没有发现 这没有找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现场仔细地看上过 连根头丝都没有 张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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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你原来的工作单位是铁东区 红旗粮店的 你在那儿做什么工作啊 谢粮组 什么 就是装谢粮食 扛粮食 可是这红旗粮店 我听说早就没了 你这谢粮组 你还会做别的工作吗 就是有点技术含量的 技术工种的工作 报告警官 我 我没技术 这个可就不好办了 这有什么不好办 我就回监狱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不 报告警官 我 我不是有什么态度 我从监狱出来 一路上走到这儿了 我就觉得我自己像个 像个龙子 像个瞎子 我像个傻子 我什么也看不懂 我什么也看不明白 我觉得我还不是回监狱待着踏实 怎么在里面待着不是那么个事 我是个刑警 办过不少案子 也抓进去过不少人 我知道 人在犯罪的时候就是个鬼 可是监狱 能把鬼改造回好人 是人 却要堂堂正正地 在阳光底下活着 你贵姓 报告警官 我叫程宝金 我姓罗 在本市还有什么亲戚吗 报告警官 我进去前 有个老婆孩子 后来我们离婚了 孩子一直就跟着她 这么多年了 也没什么联系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 也不在四明州 再说了 就算是在四明州的 我也没脸见他们了 这样吧 找亲人的事先放一放 我先给你找个事干 这人交给我吧 这人交给我吧 报告 我下上厕所 老张 你现在已经不是罪犯了 和我一样 是一名合法的公民 只要不违法 想干什么都可以 不用喊报告 警官 我习惯 我习惯 他的情况现在就是这样 如果现在没有听我接纳的 那就准备了 老唐 你相信我的眼光吗 相信 一定信呀 我向你保证 老张绝对是个本分人 你罗警官介绍来的 我这一百个放心呀 你看啊 我这儿也没什么重活 也就是归着归着店面 打造一下卫生 办办货 不过这工资 您看怎么定啊 什么工资不工资的 他现在最主要的是食宿问题 钱不钱的 你们自己谈吧 我先替老张谢谢你 我得谢谢您 那当年我儿子让人给绑了 要不如您拼了命的 把他救出来 我能够这样的好日子 我真没有啊 行了 这过去的事啊 咱就不说了 好 来 老张啊 过来一下 认识一下 老张啊 老张 你好老板 一号啊你就叫我老唐 然后我就交给你了啊 谢谢 好 谢谢您 谢谢 老张 有什么事呢 就给我打电话 好 好好干啊 谢谢您啊 好好干啊 您早啊 这一块儿来啊 哎哎哎 好球 好球 怎么回事啊 把你球捡回来 对不起 我只会踢球 我从来没学过捡球 你找茬是吧 哎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再说我今天就是找茬怎么了 下次说话注意点 别把自己的舌头给闪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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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 八 妈 够什么呀 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秦台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我真怕 我怕你再也醒不过来了 你看我现在这个 像是有事的样子 我都说了我爸命运了 妈 醒了 怎么样 伤口还抖不抖 有一点 没事 发现了 死不了 我要是死了 我知道有多少人偷着了 就成这个 也不能死 秦台 我求求你了 你千万别再说那死啊死的什么了 妈 您别着急啊 爸这不挺好的吗 爸 今天公司来了俩警察 说要查理红天的事情 书记 你和你兰姨 到楼下餐厅订几个菜 回头 兰姨家人聚去 好 那我去了吧 好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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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警察都说了什么 也没问什么 就是说说 李红天在公司的基本状况 你怎么说呢 我就是他贪咱们家钱了 爸 怎么能说这个事 爸 你想啊 如果咱们现在不说 到时候警察还是会查出来 对咱们就更不理了 还不如给李红天来一个刀打一把 现在李红天探问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那他跳楼就是翡翠自杀 而且警察知道你对他很宽厚 李洋统的那一刀就是仁强主宝 对了 爸 想起李洋这个事情我有个想法 您看是不是 我同意你的说法 既然要做戏 那索性就把戏做错 你跟警察说 我 我不追求那孩子 希望他们枉该一命 知道了 爸 还有一些事 我从来不想欠人家的情 打听一下 那个警察叫什么 叫罗正 听我大哥说 当时抓他如狱的也是这个警察 罗正 这个姓罗的倒是跟咱们家有缘啊 好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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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您好 110吗 我和秦月对陈启泰的小儿子陈子杰 进行了排查 现在盛泰正是由他在接手日常工作 据陈子杰的描述 陈启泰平时非常维护手底下的员工 而李洪年 是盛泰公司在创业的时候就在的老员工了 所以就是因为这一点 陈启泰明知道李洪年有贪污的迹象 却既往不咎 就是怕他因为这个坐牢 根据你的观察 他虚主的这些情况 有没有漏洞 何止是没有漏洞 简直让人感动 感动 在查出李洪年贪污之后 我的父亲他不希望 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员工接受法律的制裁 我的父亲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念旧 不然也不可能到现在 还去为李洪年请一个堪苦 但是好人总是没有好往 我父亲这么对李洪年 李洪年的儿子居然还 看他那个样子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就算是假的 也跟着感动了一把子 一个合格的刑警 不能被情绪和态度所左右 你们要从你们所看到现象的背后 查到你们所要了解的真相 秦月你还是缺恋呢 老罗 说说你那边情况 我找过管票的王索 他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 但是什么痕迹也没有 你怎么干 我觉得王索的行动很快 但是有人比他动得还快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帮我发到 好 欧队 您凭什么认为 李洪年的跳楼 是与陈佳父子有直接关系的 这个问题问题好 为什么怀疑陈起探 基于两种考虑 首先李洪年作为盛泰的老总 事业有成 这样一个前途远大的人 为什么要跳楼自杀呀 他跳楼的动机 本身就值得怀疑 第二 李洪年贪污盛泰集团的 钱被发现 这事可能是真的 否则陈子杰 完全没有必要 专门卖网了一个破绽 也许这件事 就是李洪年被害的诱因 就算我们现在去追查 盛泰的账目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应该在第一时间 就动了手脚 要不然 陈子杰没有必要 卖这个破绽给我们 陈氏父子不简单啊 经侦促这么多年 也没有抓住 他们的直接证据 李洪的证词里 除了可能就是也许 根本构不成证据 对我们的调查 也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那照你的意思是说 目前为止 我们的线索全断了 也许有人就判着我们 这么认为呢 线索是断的 但是李洪年坠楼 我认为是恶行事件 我提议 成立李洪年专案组 围绕着李洪年一案 与经侦科展开深入调查 好 我同意 这样吧 今天的会呢 咱们就到这儿 下面抓捡时间 等等 李洪年虽然没有醒过了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 更不能掉以轻心 一定要想方设法 找到新的线索 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东湖有案子 好 出发 走 警察同志 您可来了 你看他把司机 打成什么样了 咱那边 我带您去 走 行吧 咱们 你 你 可要给我们坐车吧 对吧 找这么谈的 好 今天是我值班 下午六点 快下班的时候 来了一群人 打了正在排班的司机 来了几个人 大概七八个吧 手里都拿着棍子 为什么打司机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会儿人进来 二话不说就直接打人 开始我还以为是什么人来寻仇呢 后来问了几个司机 说一个都不认识 他们怎么来的 有没有开车 看不看清车外号 那我说不好了 他们一动手我就藏起来了 要不连我也打 后来我看情况不对 就直接打电话给经理了 我接到保安电话 说总站被砸了 就赶过来了 到时才知道 县上的司机也被打了 我觉得挺严重 我就报了110 县上的司机也被打了 你们这趟县开了多久了 我们这趟县 是公交公司上个月才批的 刚干了不到一个月 得罪了什么人没有 没有啊 我们这帮老实巴交的司机 天天就是跑车 挣钱就是养家糊口 你说我们 我们得罪能得罪什么人呢你说 别着急 我问你一下 打你这几个人以前你见过吗 从来没见过 现在你还记得他们长什么样吗 天也晚了 我也有点害怕 已经 不记得他们长什么样了 他们跟你说什么 他们说 他们说 他们说不让我再去东湖那个地方了 我要是再去那儿的话 他们还得打我 你们几个怎么看 欧队 我认为司机们说的这些人可能是路霸 八五三路公交车是予予允许可证的 而且走的都是繁华地端 所以效益应该非常不错 我认为他们可能是抢了黑公交车的路线 你也知道干黑公交车的这帮人都不是什么擅长 他们就是要搞这种恶性竞争 所以才选择对司机下手 那 重点路大呢 东湖去 分析得不错 老罗 找个调查 好嘞 今天可真吓死我了 我刚一下车啊 就一大帮人跑上去 把那个司机给打了一顿 你今天坐哪路车 八五三啊 那会儿找什么样子看清楚吗 当时情况也挺乱的 我也没有看清楚 我还报警了呢 哥 你在查线索啊 你说 这都是些什么人干的呢 肯定是坏人 行 你最近工作顺利吗 挺好的 领导图室对我挺好的 你们董事长是不是叫陈奇叹呀 你怎么知道的 我前两天救的那个人 就是他 我前段时间是听说董事长受伤了 原来是你救的 哥 你真厉害 你是在企划部吧 对啊 那平时都接触什么人啊 能接触到陈氏负责吗 平时也就接触一下企划部的领导什么的 像那些高层啊接触不到 哥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小蕾啊 嗯 要不然换我工作吧 为什么呀 我现在工作挺好的呀 哥 你是不知道现在找一个工作有多难 特别是像我这种又没有学历又没有经验的 找一个端茶倒水的工作都特别不容易 那行 再说吧 哎 哥 你是不是知道件什么事情啊 没有 就是听说你们公司挺乱的 他们乱他们的 我能把执好自己哥你就放心吧 再说了 那些高层啊我也接触不到 对不起 杰总 对不起 谢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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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总 对不起 没关系 新来的 嗯 哪个部门呢 企划部 如蕾 好好工作 好 杰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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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啊 没有什么厉害的 你能让杰总听进去看一下 还帮你解公司 这很厉害呀 人家那是客气 客气 你问问全公司上下 杰总对谁客气过 他从来不对运工笑吧 我看呀 这回肯定是破天荒了 杰总呢 他八成是对你 好机会留给你们两个吧 我先送资料去了 这种好事能落我头呢 大哥 来来来 坐吧 爹 我问你个事 你说 那个李洪年是怎么回事 哦 他黑了点公司的钱 而且复制了很重要的文件 如果泄露出去 就咱们会很不理的 文件 重要吗 重要 就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账目 放心吧 警察来之前 我让陈叔都清干净了 杀不出唇 那他跳楼是 自找的 我听说 他没死 其实跟死了也差不多了 那他万一要是醒过来呢 没万一 哥 这件事情 我都安排好了 你就别问了 你不会是要下手吧 哼 斩草得出根哪 大哥 爸爸之所以不让你占这件事情 就是怕你会乱来 现在工资越做越大 在社会上面有很强的影响力 树大招风 咱们不能动不动去这么解决问题 再说了 咱们是在做生意 是在正常经营 你那些狠招能杀来就杀来 会惹麻烦的 好好好 行行行我都知道了啊 大侄子 孙叔您来了 来 来来来来 史君 你出来了 好好好 里边的滋味不好受吧 当初孙叔就劝你 别在外边瞎闹 你不听啊 结果怎么样 今天我还得再劝你 长点迹象 已经不小了 不能再像年轻那会儿 总在外边打打杀杀的了 得学学紫杰 多干点正经事 紫杰啊 你的那份计划书 我们看完了 挺好 好孙叔 那我就让人下去安排坐了 先别瞒啊 你的想法是挺好 可这想归想干归干 投资地产可不是小孩过家家 那是要拿着真金白银去赌博 赌赢了当然好 大家发财 赌输了算谁的 谁负责 孙叔 其实我这个计划书 你是有本事 这个我们都看在眼里 可是子杰啊 在生意场上 那不是谁有本事 谁肯定就能赢 那些个投资失败 家破人亡 被逼得跳楼的人 就都没你的本事大 不一定啊大侄子